好 我們今天是冒險趴 那麼富貴就是選中求 這時候台股值得冒險嗎 我們來看一下 台積電的股價走勢 在這達到六七九之後 一度回檔 大家本來我們之前有討論過 支撐可能是八百五百八十幾左右 那麼這一波又有個下挫的情況 我想先問現場來賓 你覺得目前的投資 短線台積電為主舉yes好不好 你說沒有 我們現在換了 找中小型股票為主舉no 好不好 請舉牌 來 護國神山 剛剛都講了半導體戰略地位 講了一大堆 結果你們這一區 只有一位投台基電 郭老師 股輪動 本來就是多頭要走下去 一定是這樣 長期資金都集中在 某一支股票一支獨秀 其實反而不利它走長久 吳老師 你都買什麼 我股票都是老婆在賣 標準答案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我們 像晶片缺的一個部分 我覺得那是短期的現象 如果長期是要進行供應鏈 充足的話 我覺得那些類股會輪動的 一個部分 其實這個是比較長期的 一個現象 對台股來講也比較健康的 一個部分 OK 好 所以半導體產業是一個 長期 台股是長線 短線會有很多的輪動 輪動的一個部分 好 那你們兩位都覺得 應該可以找小型股 當然是 我們來看這一張就好了 當然從基本面來講 台股界優秀 無庸置疑 那我只是從技術面補充一下 來 679的高點是爆大量 從這個大量以後 是不是就沒有再突破了 那如果要再衝破680元 很簡單 就是這個量也要突破 簡單來講 就是所有套的人都要解套了 為什麼 因為過年的時候 大家可能聽到最熟悉的一句話 不是公式公式 是什麼 你有沒有買台積電 對不對 所以我說在短線上面 這個插協同理論是默默的發生了 是在短線上可能就在680塊跟600之間 做個區間的一個整理 等待有更多的好消息的時候 也許爆量突破前波的壓力區的時候 投資朋友也許在那個時候 可以勇敢的追進 那在這個時候 大概就高出低進 以600跟680 做一個相形整理的技術區間為主 好 這個過前高 然後我們再勇敢再殺進去一次 好 那這時候的萬六操作新發 簡單來講的話 我跟大家說過 會漲的股票 從頭到尾 就這樣就好 就全世界會漲的股票 漲來漲去 就只有這兩個道理 是 第一個叫漲價 對 就是它的東西漲價了 不管你叫車用IC 你叫PVC 你叫輪胎 我管你叫什麼 對 漲價的時候就變成長輩股 只要漲價 股價就可以漲 那第二個叫什麼 叫從零到有 那什麼東西可以成為從零到有 就新規格 例如蘋果 說什麼 可能要出一個東西 可以找東西 那這個找東西的東西 就會變成概念股 就從零到有 所以簡單來說 萬六以後 我們要抓小型股 看大做小 但是小型股 兩個方向掌握 第一 每天在聽 什麼東西漲價了 那就來抓 第二個 什麼東西從零到有了 展新的 譬如說5G Wi-Fi 6 什麼樣的新規格出來了 所以我想 就從這兩個方向找股票 就再簡單也不過了 那個股 我們待會會在同中 找出一些好的標的給大家 好 就是舊不如新 找新規格 新產業 個股待會來看 民寬 比爾蓋茲夫婦 跟巴菲特先生 巴菲特老先生 他在這個禮拜 特別還出來 還演講 95歲了 95歲的巴菲特 97歲的盟格 他們直接說什麼 他們直接說 美國的股市 他們現在也看不懂 真的也看不懂 因為美國的股市 來到這個禮拜 已經瘋狂了 巴菲特不是說 比特幣像貝殼嗎 他今天講的一個 S開頭的字 更糟糕了 所以現在來說的話 就告訴我們什麼 第一個 台積電好不好 很棒 台積電 只有買貴 不會買錯 但台積電的殖利率 請各位注意一下 台積電的殖利率 跟他跟美國公債殖利率 一樣的時候 你就要小心了 所以一月份 這個不是我今天才過來 才說的 一月份來的時候 我就曾經跟各位說過 那時候很多人會說 那如果我台積電 有賺了錢 我要換股票 有沒有什麼標的可以換 那時候我特別還舉例 我說各位你去想一想 群年的股價 只有台積電的一半 群年的配息 是台積電的兩倍 他會不會有機會 從那時候開始 跟各位說340 到現在外資看他 看500塊錢 股價400多 這個其實大家可以 來做比較一下 所以萬六 的一個操作手法 第一個心頭要正 你下好要離手 你如果認為說 台積電就是我的真命天女 你就要跟他天長地久 為什麼呢 因為台積電未來 他的每年的營收 都是往上走的 獲利也往上走 這個問題不太大 但是台積電 人家成本300 人家成本400 各位還記得嗎 當那天疫情 往下跌的過程當中 人家國壽國泰金 一口氣就扔了500億 到台積電裡面去 他們的成本叫340塊 這個時候很多的外資 很多的法人 他們眼睛閉著賣 都是賺的 那來到這裡 很多人會說 那行情會不會跌 我認為會修正 大跌不太會 所以重點還是在哪邊 直立為王 例如說現在已經進入2月底了 再來進入228的一個假期 3月4月5月6號 你就要開始注意囉 為什麼呢 台灣很多公司的老闆 會開始把手伸到口袋裡面 去把錢掏出來說 各位股東們 你今年你們要拿多少錢 所以直立為王的過程當中 可長可短 今年台灣好多公司 真的現金都非常非常多 你可以考慮你自己的一個狀況 高價中價低價 不用說一定要千金 好多人都說 哎呀看了滿天的千金股 滑梯全金條 買什麼沒百條 但我要說 很多低價股 其實直立率也會非常不錯 台灣局最簡單的 等一下會跟各位說 面板股當中就遍地是保 而且很多股票很便宜 OK 所以有冒險股 有些很穩當的 是的 可攻可守的股票 報告你知道嗎 我們另外來看 這個世界到底怎麼了 我們現在要得到 這個極凍天后好可怕 造成我們看到塑化類股 爆價也是狂漲 這樣的說明快來看 這個供給吃景之下 我們看到價格是來到了 六年來的新高 這到底會是氣候的意識因素 還是會繼續漲上去 這當然這個 現在極凍的天后 讓德州重要的產油跟石化州 當然現在是很慘 當然它現在慢慢有回升 可是乙烯一些塑化原料的生產 其實受到很大影響 所以歐洲的塑化原料 大家都知道這個價格 不斷地在創新高 但是畢竟我相信 這個極凍的天后 也不會永遠是這樣 可能很快就會逐漸走出來 所以目前對塑化股來講 這個德州的天氣狀況 其實我覺得利多的情況不會太長 但是長期看起來 這個是不是美國的產業的轉型 對經濟的刺激 然後新的這種能源 這方面的這種需求 會影響到這一方面 我覺得這個才是值得觀察的 但是短期看起來 目前它的產能 恐怕還要一陣子才能夠逐漸恢復 所以可能短期還可以看 但長期這個我們要密切觀察 OK 通常是 有時候說怎麼疊就怎麼買 買它就不會後悔 現在一樣嗎 這個台速四寶 其實兩位專家 大概大家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是長期投資都知道 在台灣的股市 這個台速就好像什麼東西 就是稱為瓶子 就是下面有瓶底 你要疊也疊不到哪裡去 但是你要漲又瓶蓋 你說像台積電那樣這種 大概也不太容易 因為它的競爭多 而且毛利 其實也是在一定的程度下 但是如果講純股 因為他們的企業文化 企業風格 需求彈性 它在產業的上游地位 如果要作為純股 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講 還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你會純台塑 這個我也純 OK 老師這個年紀應該很愛台塑的 哪裡 謝謝張老師 鄭雄明快來看 除了台塑 還有哪一些是這一波 德州極動社會股 老師真的會演獨具 因為世保裡面 率先回公三位數的 就是台塑 就在這裡 率先回公三位數的 就是台塑 所以它的存股該賣了 那為什麼 我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為什麼會先是台塑 因為這一次的大風雪 造就了三個產品的立查損 非常的大 第一個就是PVC 就是老師說的台塑 所以台塑今年的獲利 也會大幅的成長 而PVC 我如果我們看大作小的話 二線股就是1305的華夏 那這個華夏呢 現在也被法人所鎖定 所以PVC 大家就看台塑跟華夏 那剛才講說台塑三寶嘛 那第二寶叫做EG 從剛剛的圖也可以看它出來 EG的立查已經慢慢的出來了 那EG台塑三寶就是南亞 那另外就是1710的東聯 跟1718的中仙 特別是中仙 中仙10塊錢以下的公司 所以報價一上來 很容易有Button Up的買牌 然後另外一個 就台塑三寶嘛 第三寶 台化 台化就是主公SN 那SN來看的話 台化 國橋跟台本 那其中比較穩定的話 是1312的一個國橋 所以如果大家看大 當然就是看台塑三寶 那如果你看小的話 就可以鎖定華夏 國橋跟中仙 這些股價相對的比較低 Button Up的這個實力也比較強 所以就看你要選大 選小 就看投資朋友的資金 跟中長期的規劃 來考慮哪一些標的了 OK 好 所以其實可以選擇標的 真的還滿多的 我們今天就要馬上回頭來看 在元宵節過後 你到底要怎麼樣選股呢 三月的漂亮的行情股票 馬上回來